关于强烈台风尼泊特目前的资料显示 台风的暴风圈已经接触到了东半部的陆地 而中心位置就在台东东南东方大约200多公里的海面上 而东半部地区已经明显地感受到风雨 而在未来的12小时将是风雨最强的时候 提醒民众要多加注意 一起来看看中央气象局最新的台风资讯 现在台风暴风圈已经逐渐要接触到东南部的陆地 预估今天接触以后 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逐渐增大 这个台风未来它登陆的路径 有可能是以花东或是花东地方为主 不过有可能是目前看起来是台东附近就会比较高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 台风中心碰到陆地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规则的运动 它到底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登陆 我们会持续观察 但是未来因为它在路上的时间移动速度也不快 所以明天一整天会影响我们 逐渐的东半部地区降雨会增大 东半部地区降雨会增大 之后在年清晨五点到年下午五点这段时间 台风暴风圈逐渐笼罩各地的时候 除了东半部雨是大以外 连中南部地区的雨也开始大起来